电文台在凌晨3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电文台先是在凌晨零时零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又一度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泉湾、沙田、尼岛大雨超过70毫米 西贡区也录得50毫米大雨 新界北部也受到大雨影响 上水一带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 电文台在凌晨3点取消黄色暴雨